1949年10月15日,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解放了这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华南最大城市。 在解放广州当天,广州市区内的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就从组织过游行,欢迎解放军入城,欢请广州解放。 但在11月11日,广州各界群众20多万人更是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广州解放大会。 当天还举行了解放军部队入城仪式,解放广州的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买着整齐的步伐接受人民的检任,同时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 在长地的爱群大厦外墙,还悬挂了长达30多米的主席巨幅宣传照,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宣传照。 在广州部足0.3平方公里的沙面,因聚集着众多的外国领事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州各界群众在沙基勇的水面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席百年的屈辱。 在沙基勇的水面上,主席和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精心搭建的红色游船上走在了队伍的开头,紧随其后的所有船只都统一的以鲜艳的红色并插满红旗庆祝解放,在岸边挤满了欢庆解放的群众。 人们敲锣打鼓,再歌再舞的庆祝这一伟大时刻,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对国人肆意欺辱,外国施逆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反难。